王思聪是国内之名副二代 除了有钱外 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他的感情状态 基本上三个月就要换一次女友 身边的网红美女不断 日子过得非常让人羡慕 4月5日 有狗仔派到王思聪写两位美女之大餐 画面曝光后迅速引发热议 媒体调侃 王思聪这一年要换多少个女朋友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时王思聪与俩美女从餐厅走出 他身穿蓝色棒球服搭配休闲长裤 脚踩一双板鞋 打扮得相当时尚 看似平平无奇的外套 价格高达4万多 他穿的板鞋是限量款 全球只八行200双 能够看到王思聪身边跟着两位女生 其中一位穿休闲外套的女生 以赠王思聪的绯闻女友小肉安 而且两人各自都是瘦瘦小小的 单样貌却有些不同 该女生双手放在口袋 满脸潮潮 似乎不太高兴 王思聪左边穿黑色衣服的女生 则是相当开心 全城都面带笑容 不过她的颜值一般般 并没有另外一位女生好看 马路边停着一辆好车 司机提早就已经在饭店门口等候 两位美女跟着王思聪的步伐 三人上了统一辆车 狗仔表示 以王思聪换女友的速度 这段恋情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呢 对此有网友直言 后宫家里三千 还有人表示 我就是穷 有钱我也换各种男朋友 众所周知 王健林只有一个儿子 就算王思聪一辈子不工作 钱依然花不完 更何况他自己名下也有多家公司 虽然经常被拍到王思聪吃喝玩乐 但人家努力工作时 或许大家并没有见过 王思聪的前女友是小肉安 今年一月 王思聪在三亚庆祝35岁生日 小肉安沉沉陪在她的身边 并在朋友圈送上了祝福 这段感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王思聪就被拍到与其他女神逛街 网友猜测 小肉安估计被甩了 值得一提的是 小肉安的社交账号 已经三个月没有再更新 最后一条动态也是1月5日更新 在小肉安之前 王思聪一直和圣洁在一起 两人相恋了八个月 他也是王思聪谈得最久的一任女友 王思聪非常聪圣洁 给对方买了十多万一件的外套 送价值百万的名表 就当大家以为圣洁会嫁入豪门时 王思聪就牵着小肉安的手被拍了 一代新人换旧人 有人说女人不可能永远18岁 但王思聪却可以一直18岁 只能说有钱就是任性啊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